蕎麦麵的百遍吃法 来自日本的蕎麦麵是以蕎麦粉制成 由于没有筋性容易软烂 到底要怎么烹调最好呢 首先日本人会告诉你 可以煮成凉面沾着酱汁吃 就是最原始的美味 可以像吃科学面一样炸成干面吃 味道也不错哦 最近还出现一种更新奇的吃法 就是放进火锅里煮着吃 记得算个十秒就要捞起来咯 最后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怎么说 我会吃得到很容易吃 我会吃得到很容易吃 我会吃得到其实吃得到 蕎麦的味道也有很容易吃得到 所以海外人们 会吃得到很容易吃得到 好吗? 好吗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